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相当贴心的一边提醒粉丝不要拥挤注意安全 一边用手轻拍马儿的颈部不断对其进行安抚 真真是古装戏拍多了和马儿都能当朋友了 暖裤了一票粉丝有没有 而他也笑称其白马参加发布会还真是第一次 同时也不忘感慨自从先进旗下转以来 自己经历过车祸这样的人生坎坷 十分感谢这十年起伏粉丝们的不离不弃 只不过感性的话音还没落 他就变身萌boy填起了手指上的蛋糕 这画面真是美得让粉丝直掉泪呢 而最近逆袭的古装大剧《狼牙榜》 今天就将播出大结局 梅长苏命悬一线 让观众看得心惊胆战 胡歌的演出不仅成就了《狼牙榜》的口碑冠军 更成就了该剧的收拾冠军 胡歌的高颜值自然是不用多说了 当年那个逍遥哥哥皮皮一笑 不知迷倒多少少女性 而此次所演绎的《沉默内敛》梅长苏 少了年少的轻狂 多了内心的历练和岁月的魔力 如今胡歌的内心不够强大 这个角色根本难以完成 而完成了这部戏 也让胡歌的演技上了一个台阶 诚如网友所说 十年来胡歌用生命权势了 神马教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要靠演技 也让不少网友直言 《狼牙榜》中的梅长苏 是胡歌继李逍遥之后 塑造的又一个经典角色 无论如何 在车祸后站起来 崇尚事业巅峰 胡歌就是人生赢家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也不一定是唐僧 还有可能是苏兄 就在昨天 最近因为伪装者和狼牙榜 人气正火爆的胡歌 现身宣传自己的新作 身穿帅气西装的他 身骑白马而来 一秒钟从苏先生穿越到现代 有了王子的急事感 而现场粉丝尖叫声不断 似乎让马儿有些受惊 胡歌则相当贴心的 一边提醒粉丝不要拥挤 注意安全 一边用手轻拍马儿的颈部 不断对其进行安抚 真真是古装戏拍多了 和马儿都能当朋友了 暖裤了一票 粉丝有没有 而他也笑称 骑白马参加发布会 还真是第一次 同时也不忘感慨 自从先进旗下转以来 自己经历过车祸 这样的人生坎坷 十分感谢这十年起伏 粉丝们的不离不弃 只不过感性的话音还没落 他就变身萌boy 填起了手指上的蛋糕 这画面真是美得 让粉丝直掉泪呢 而最近逆袭的古装大剧 狼牙榜 今天就将播出大结局 没唱苏命悬一线 让观众看得心惊胆战 胡歌的演出 不仅成就了 狼牙榜的口碑冠军 更成就了该制的收拾冠军 胡歌的高颜值 自然是不用多说了 当年那个逍遥哥哥 皮皮一笑 不知迷倒多少少女心 而此次所演绎的 沉默内敛梅长素 少了年少的轻狂 多了内心的历练 和岁月的魔力 如今胡歌的内心不够强大 这个角色根本难以完成 而完成了这部戏 也让胡歌的演技 上了一个台阶 诚如网友所说 十年来 胡歌用生命诠释了 神马教明明可以 靠脸吃饭 却偏要靠演技 也让不少网友直言 狼牙榜中的梅长素 是胡歌继李逍遥之后 塑造的又一个经典角色 无论如何 在车祸后站起来 崇尚事业巅峰 胡歌就是人生赢家